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年多加了一个财务危机的解决 因为我们在这本结构理论会讲到说 公司如果举债过多的话 很容易产生财务危机 然后产生一些破产成本 以往的话就讲到这里 我判断了我前面两年 在招这一套教材的时候 可能有一点点空余的时间 可以去插进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把财务危机的解决 从这个学习加进来 我当然也不知道说 这样会不会就变得很改 但是我尽量想办法说 加进这个章节以后 能够让同学有一个比较好的概念 首先要讲资本结构理论 它在财务来讲 它是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里 因为以往来讲 在1960年以前 我们这个学术界的话 是没有所谓的财务金融的学术界 我们以往来讲 财务金融跟很多的其他各经济领域一样 都是包含在一个经济学领域里面 最多就是有人把它叫做财务金融学 在1960年 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教授 一个叫Franco-Modignani 一个叫Merton Miller 那这两位教授当时都在芝加哥大学教书 那他们呢就在 以前最著名的经济方面的期刊 发表了一系列的一些文章 那他所探讨的其实就是 一刚开始就是探讨 就是公司举债对公司价值影响的一个文章 OK 那自从那时候开始 那大家才体验到说 可能会有一个领域 我们可以把它独立出来 就专门探讨这个财务方面 那那时候当然也非常臭巧的 除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那个就是Merton Miller跟Franco-Modignani 他们提到的这些举债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 这一系列的一个研究之外 同时间各位应该记住 我们在讲资金成本 在讲风险跟报酬令那一章 我们好像也提到了 在1960年代 刚好也有另外一群的学者 他同时也提出所谓资本市场的定价模型 或是所谓的投资组合理论 那由于这两个新兴的一个比较属于 资本市场跟企业理财的这个新的研究的一个热门主题出现以后 那大家就把这两个主题就统称为新的财务方面的领域 那所以从1960年代以后 财务金融才跟传统的经济学的领域分流 OK 那当然经过这四五十年的一个发展 财务金融的学术领域 就变得非常跟传统的经济学来讲非常的不一样 他其实我们常常到高中去演讲 学生就会问说 那财务跟经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其实我们就会跟他讲说 他可能就跟电机跟物理的关系一样 因为电机的很多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电磁波啦 电磁学啦 电磁学 他其实早先的起源也是来自于物理 那其实财务金融的很多理论的 一些背景 他事实上早期也来自经济学 OK 所以我们是比较属于应用端的 好 那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回到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Murton Miller跟那个Franco Mottigliani 因为他们两个的last name都是M OK Mottigliani跟所谓的Miller OK 那这两位教授我们后来把他们所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那主要有三个主张 三个学说 这三个学说 我们就把它叫做M.M.理论1 M.M.理论2 M.M.理论3 那这个M.M.1呢 事实上 M.M.1跟M.M.2 事实上就是我们这一张所要处理的 M.M.3它事实上跟这一张比较没有关系 它是在讲鼓励政策的 OK 那所以呢 由于比如说讲到资本理论跟讲到鼓励政策 刚好是把企业理财的部分 然后把它分割出来 OK 那所以呢 M.M.1呢 它事实上当初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 理论模型的一个环境 OK 然后它去找出一个 我们今天看起来 会觉得好像不是 是很伟大的一个理论 但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人开始提出一些理论的架构 那其他的学者才能follow相同的架构 去慢慢的去把一些 那个原先的假设放松 然后越导越导 导出来一些很好的一个议题上面的一个预测 那所以才会有开始有一些资本结构方面的理论出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资本结构理论呢 通常来讲 在任何一个教授在教财务管理的时候 资本结构理论一定是他花最多时间 然后也是可能对学生来讲 也会稍微有一点难懂 因为他有牵涉到一些理论的阐述 然后他本身可能稍微来讲又有一点抽象 所以我们很多的学生很可能在读这个理论的时候 要不然是不能就他抽象的一个implication 要不然的话他可能就迷失到那些 在导致理论过程当中的一些符号的一些进展 那我们我在这边来讲 我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讲我们这个资本结构理论 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 所谓资本结构理论是 研究企业举债对企业价值跟风险的影响 OK 我们事实上在前面 陆陆续续都有谈到这个观点 只要你的资产报酬率会大于你举债的资金成本来讲的话 那事实上呢 股东权益的报酬率会因此而增加 那他是不是那一种讲法事实上不是很具体 他只是告诉你一个方向 那我们这边就想用一个理论来解释 为什么这种会发生 而且呢他价值增加的幅度有多少 所以我们就要研究说 企业举债对企业的那个价值跟风险的影响 那我们这边我们要定义一下 我们这边定义的企业价值是什么 我们这边定义的企业价值事实上是指 股东权益的价值加上债权的价值 OK 他比较像是从资产负债表的右手边来看 那你如果能够 Define出来资产负债表的右手边 那当然我们知道资产负债表右手边 会等于他的左手边 所以企业的价值就是一整家公司的价值 那我们这边的定义就是说 股东权益的价值加上债权的价值 那我们股东权益的价值跟债权的价值 是如何去Define呢 我们今天就把股东权益 或是把那个债 把它想象成就是说 你是债权人的话 你就拥有一个没有到期日的公司债 所以你拥有这个公司债呢 你当然就会永远的就从这家公司拿到现金有料 那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公司债 它不会是没有到期日的 我们会假设说 这个到期日绕的时候 这家公司会继续用同样的条件 再去跟债权人借钱 所以那它等于是说 不断的refinance 不断的重新去筹资 所以就好像是同样的借款条件 那永远去借下去 所以对公司来讲 它很可能就是 每年都要给债权人一定的现金流量 就是我们常讲的一个利息 所以你把这个利息 把它责为限值 就会等于债权人 就是说你如果是债权人 你拿了公司债 那你拥有现金流量的求场权 那我们把这个现金流量的求场权 把它责为限值 就是债权的价值 相同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把普通股的股东 它可以永远的从这家公司所拿到的钱 把它责为现实 就把它责为股东权益的价值 那这个观念我们事实上 在我们第三章的时候 其实有用到 我们说你如果是普通股的股东的话 如果这家公司是有序经营 它永远发放股力 你把你这永远可以拿到的股力 把它责为限值 那就是这家公司 股票的价值 那你把这个股票的价值加准 就是所有股东权益的限值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 Define的企业价值 它其实是股东权益的价值 加上债权人的价值 OK 那其实我们等一下会导出来一些 企业价值最大化 其实同时也是让股东价值最大化 那你现在很可能 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论点 你会讲说 企业价值不是等于股东权益价值加 债权的价值 那如何说 你又让企业价值最大化 又让股东价值的 可以最大化 那其实这跟股东权益的价值 就跟债权的价值 本身是 拿固定的求厂权 是有关的 也就是说 事实上你如果说 有某一个资本结构 它能够让整家公司的价值最大化 那由于债权人的求厂权它是固定的 所以扣除掉债权人的求厂权以后 股东权益的价值 是会最大化的 那我们等一下慢慢讲到 你就应该可以了解 那所以呢 我们其实等一下要讲的就是说 企业如果在没有举债的时候 跟企业在有举债的状况之下 它的差别就是说 企业可以透游举债的过程 产生利息费用 那这利息费用大致上来讲有两个特质 第一个它是固定的 它是固定的 第二个来讲就是说 它是可以抵税的 那我们在这个 公司理论里面 我们通常会假设你的ROA 它虽然是一个随机变数 但是我们都会假设就是说 资产的报酬率 它原则上 你预期它是资产报酬率的 平均数或期望值 就是资产报酬率应该是会大于 举债的资金成本 因为他认为说 理性的投资人不会选择 你一个期望值小于 举债资金成本的一个状况之下去举债 所以我们绝大部分的公司 因为举债这件事情 将会帮公司增加价值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它的资产的报酬率 会大于举债的资金成本 然后举债资金成本 第一个是固定的 第二个它可以抵税 所以有这样双重的一个效果之下 那企业应该是 在某种程度之下 举债是应该会增加公司的价值 那当然我们说 由于我们的资产报酬率 就是我们的投资案 你到底 我们预期它的 资产报酬率是 会大于举债的资金成本 但是我们又说 资产报酬率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随机变数 也就是说 你虽然预期它 它原则上它的期望值是 会大于举债的资金成本 但是它终究有可能 在某一些特定的年度 它达不到这样的期望值 那是甚至呢 它有可能会低于举债的资金成本 那当然就会带来一些 所谓的风险 OK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就是说 举债的增加 当然也会增加 我们对于利息上的支付 的一个导账的风险 因为理论上来讲 你举债越多的话 你的固定的利息支出就会越高 OK 比如说你原先 如果举债程度小一点的话 一年只要还20万的利息 但是你举债程度不断增加 一年要还100万的利息 那有一家公司呢 它本来就是说 我赚钱的幅度 可以到300万500万 所以我对20万的利息 可能还不出来的可能性是蛮小的 当它利息的支出 如果增加到100万 那你就会觉得就是说 那很有可能 虽然我一年可以赚500万 但是呢 100万的固定支出 我会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形之下 我可能会产生常在上的困难 所以利息的导账风险会增加 然后呢 我们也会增加 对我们未分配盈余的不确定性 那这个概念我们到时候 随着我们章节的进展 你应该可以看出来 这些不确定性在哪里 那我们首先要跟各位讲 我们会从头开始讲 这个MM理论 它的原始的一个形态 然后我们再慢慢进展到说 比较符合现实社会的一种 修正版本的形态 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 MM在1960年代 他们所提出的论文 他们是假设一个 经济学常在导一些理论的时候 都会假设它是 面临一个所谓的完美的资本市场 所谓完美的资本市场呢 那它会有一些要件 就好像就是说我们在做物理实验 化学实验的时候 我们都要假设我们在一个 非常稳定的环境之下 然后去观察 某一个变数跟某一个变数之间的 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方向的关系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他不希望说我们把那个模型 假设的太复杂 然后在我们探讨模型的过程当中 反而失去了我们的聚焦点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要谈的聚焦点 就是说 我们想看看公司的价值 或是股东权益的价值 跟公司有没有举债这件事情 来做一个探讨 那当初呢 他们假设的一个 环境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 这个环境呢 它事实上假设的一些 我们在资本市场上面 要求的一些 其实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假设条件 那我为了不要让我们这个模型 看起来就是很复杂 所以我们就把那些 你们可能也不太清楚 他们的公用在哪里的 那些假设全部拿掉 我们只留下来 各位可能等一下会 一直会用到的几个明显的假设 第一个假设 它假设企业是一个 没有成长的企业 各位 那个我们原则上 我们说企业 in the long run 应该是要有成长 因为这样才能够把 股东的资金继续保留在 我们这家公司里面 但是我们这边探讨的是一个 无成长的企业 那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等一下 再探讨这个 所谓股东价值 所谓企业价值 所谓债权价值的过程当中 让它简化一点 那其实我们要探讨的 所谓的那个 公司的价值跟举债之间的关系 它不会因为 这家企业是成长的企业 或是没有成长的企业 结论不会有所不同 那今天我们是假设说 我们要探讨的企业 是一个无成长的企业 最主要是让我们的模型 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它的理论的结论 它不会因为说 你今天谈的是 无成长的企业 万一我如果把它引用到 有成长的企业 这个结论就会有所不同 那所以我们之所以 探讨这个无成长企业 最主要是让我们的模型简单一点 那什么叫无成长企业呢 就是它的规模一直都是一样 那我们知道一般公司来讲 它会折旧 所以你会觉得说 那如果企业的规模完全不一 一直都一样的话 那每年摊提料的折旧要怎么办 那也就是说每年再做一个等额的投资 OK 等额的投资 所以让企业的规模一直都一样 那企业的规模一样的话 也就是说它资产的规模是一样的 那资产的规模一样 因为我们就假设资产会有一个稳定的资产报酬率 所以如果资产的规模一直都一样 那我们的资产报酬率 假设它在我们探讨的期间里面也是一样的话 所以它每年的EBIT 因为我们说 这个总资产增上ROA会等EBIT 所以EBIT也会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分配 我们不是说它一定是一个constant 而是是一个期望值相同的一个随机变数 我们就说EBIT也会是稳定的 OK 那所以呢 我们之所以用所谓的无成长的企业 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等一下探讨公司价值的时候 可以用永续年金的方式去计算它的价值 因为它的规模都一样 所以每年产生出来的EBIT也都一样 所以你要求算这家公司的价值的时候 只要去找出它适当的折现率 然后去把这个永续年金算出它的价值 就可以算成是公司的价值 然后我们在这边先探讨 因为我们要假设一个很简单的模型 所以我们就不要太复杂化 所以我们这边假设说 这个公司如果要举债的话 不管它举债的金额是多是少 那它的利息没有导账的风险 好 那它最原始的版本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资本市场 所以完美的资本市场它也不会有所得税 因为在经济学家来讲的话 它认为任何的税都是一些没有效率 就是一些没有效率的东西 它降低公司的价值 那我们等一下当然会看到这里 这些状况所以它既然假设是一个完美的资本市场 那一刚开始它要假设 这个企业是不用缴税的 好 那好 那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假设有一家公司 没有举债 完全没有举债 那完全没有举债的公司就是说 它所有的资产100亿 完全由股东权益来支应 对不对 所以它的资产负债表就很简单 左手边的话就资产100亿 右手边的话是股东权益100亿 好 那我们再进一步来讲 我们就假设说 我们资产会有一个稳定的报酬率10% ROA是10% 那因为我们的资产是100亿 所以我每年会产生10亿的EBIT 就是100亿乘上10% 所以我的EBIT是10亿 那这10亿呢 这是我的税前净利 应该是怎样 它是我的EBIT OK EBIT是营业上的盈余 营业上的盈余要先显掉利息嘛 可是我这家公司完全没有举债 所以我就没有利息费用 所以我的EBIT呢 到头来会变成我的EBT OK 好 那我们又假设它是完美的资本市场 所以它没有所得税 所以EBT呢 就会等于EAT 所以这个10亿呢 从原先的营业上的盈余 到税前盈余 到后来变成税后盈余 因为它不用交所得税 所以它就变成会计上的盈余 10亿元 好 那这10亿元呢 应该完全属于 股东所有 对不对 因为你资产 你的资产负债表 左边就是资产 右边就是股东 所以你资产 因为你产生资产报酬率 得到的一个产物 完全就属于什么 股东所有 OK 所以我们的资产报酬率 10% 那你当然也可以想象得到说 因为我现在又没有税 又没有利息 所以这个10% 也可以等于什么 股东权益的报酬率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资产负债 在左手边的报酬率 就等于资产负债 右手边的报酬率 因为它 在计算盈余的过程当中 它是完全不用 不用被谁拿走任何部分的现金流量 好 我们这边要强调 虽然我们这边是会计盈余 对不对 我们说这10亿元是会计盈余 但是我们假设这张公式是无成长的 那各位在我们资本预算的那一张 我们知道说 这个我拿到的会计盈余是10亿元 那我假设我今年的折旧费用是1亿元的话 那你应该讲说 会计的盈余加上折旧费用 应该等于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才是我们在乎的 才是我们可以分配给股东 或是债权人的钱嘛 但是我们这边又要假设 你要维持公司是同样的规模 所以当你拿到 假设你的折旧是1亿元的话 那你一定要把这个增加的现金流量的1亿元 拿去当做什么 当做同资 OK也就是说 你要把折旧所减少的资产再把它补回去 因为你这样才能维持一个无成长的公司嘛 所以无成长的公司也是一个叫做无减少的公司 因为它的公司规模要维持不变 所以我们说会计上的盈余 理论上要加上depreciation 当做你的税后的现金流量 但是你要做一个跟折旧同额度的一个投资 把那个资产减损的部分再补回去 所以你这1亿元所增加的现金流量 还要拿出来再投资 所以你的会计的税后盈余 就刚好会等于你的现金流量 因为你所因为折旧所增加的现金流量 一定又拿去投资 所以你的会计上的盈余 就是你的现金流量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一家没有举债的公司 我们这边有一个U 这个U叫unlabor unlabor就是说 它是没举债的公司 我们把举债叫做leverage 那它的动词叫labor 那我们这边如果没有举债的公司 我们就叫unlabor的一个firm 那这家没有举债公司的价值就很简单 就如同我们在资产负债表看到 它是100亿 那这100亿的价值是来自于 我们拿它每年可能拿到的现金流量 那现金流量刚好会等于EPIT 所以我们这边不是EPIT的概念 而是说我们所计算出来的现金流量 刚好等于它的EPIT 等于10亿元 那我们的ROA就等于10% 所以整家公司资产的总额 或是整家公司的价值 就是100亿 OK 那我们也可以从股东权益的那一面去看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这10亿元每年所得到的这个10亿元 完全会属于股东所有 完全会属于股东所有 所以站在股东的立场来讲 每年就可以分配这10亿元 所以我们刚才又讲了 因为我们全部的资产的资金来源来自于股东 所以我们资产的报酬率10%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说 我当时的ROE 当时的那个应该怎么讲 股东权益的报酬率也是等于10% 那我们这边有个特殊的符号 那我们当初有讲股东权益的资金叫KS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这家公司因为它没有举债 所以我们特别再把KS这个东西 再加上一个U 就是没有举债公司的股东权益的资金成本 等于10% 那你要知道 其实你从这个表格里面 你应该可以看到 所谓没有举债的公司的股东权益的资金成本 其实就是ROA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举债的话 代表所有的资产就等于股东权益 所以呢 没有举债之下的股东权益的报酬率 其实就等于资产的报酬率 OK 那所以呢 也是10亿除于10% 也是等于100亿 所以呢 我们在没有举债的状态之下 资产等于股东权益 那我们的资产的报酬率就等于股东权益 的报酬率 因为他那时候没有举债 所以他会两个相等 所以很简单哦 这是第一个没有举债的状况 那我们这边要先跟各位预告一下 那个MM的理论 第一个理论 它是在完美的经济环境之下 这个公司的举债 与否不会影响公司的价值 也不会影响股东权益的价值 他的结论是这样子 那当然你会觉得说 这个结论好像有一点点 稍不到仰助 你好像也没有告诉我很具体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 基本上我们的理论就是慢慢慢慢发展 到头来你就会觉得 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果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举债的状态 那这边的举债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边就打断好了 OK因为等一下 要讲下去要一股作气 所以我现在如果打断的话 等一下反正还是要重讲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休息一下 那我们下节课呢 我们继续从举债的状况上来讲 因为我们通常来讲 税后净利 那当然我们这边的case是 EBIT等EBT等EAT 税后净利加上我们的折旧费用 是我们的现金流量 那理论上来讲是现金流量 在这个例子来讲 应该是属于股东所有 对不对 可是问题我们如果拿走11亿的话 就代表我们的资产规模就变小 因为我们这期间会 摊提掉折旧费用 所以如果我们的资产的规模变小了 明年我们就拿不到10亿元 对不对 所以为了要符合我们刚才所做的企业 永续就是那个 没有成长的一个模型 那你当然就是要把你 11亿的现金流量里面 再拿1亿出来去 补掉你原先所摊提掉的折旧费用 所以你的那个现金流量是等于EBIT 而并不是说 你有了EBIT 你又做了什么资本支出 怎么还会等于10亿这样子 而是说说 我们依照我们现金流量的计算 是应该EBIT加折旧费用 那就属于股东所有 但是如果你真的拿走全部的钱的话 那你的资产规模就越来越小 所以为了维持你资产规模不变 你还是要把原先摊提折旧的部分 再把它补回去 所以我们的现金流量 后来就会等于我们的EBIT 这也就是没有成长的公司 他的现金流量会等于他 会计的税后营允 因为你补了多少depreciation 就会拿那些补回来的depreciation 去做资本支出 所以一增一减 那当然就会让你的现金流量 就是等于你的EBIT 这应该是很简单的概念 我不知道还有人一直在那边想 那我们现在要回来 我们说我们刚才探讨的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举债的话 那公司的价值就会等于股东权益的价值 那公司资产的报酬率 就会等于股东权益的报酬率 OK 所以那种情形事实上还蛮单纯的 那我们今天就要想说 原先的同样一家公司 原先的一家公司 就是说他原先从没有举债 要变成有举债 那当然我们这边就是 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假设 我们就假设说 那他就把他的举债比率 定为百分之五浮十 好 那我们这边要很有技巧 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 本来公司是一百亿啊 那你如果说要让你的举债比例 等于百分之五十的话 那我们就去再借一百亿 那让他成为两百亿 那股东权益跟举债各占一半 那举债比例就是百分之五十 那这样当然也可以做 可是这跟我们想要探讨的主题 可能会有点不太一致 为什么不一致呢 因为我们想要看同样一家公司 他有举债跟没举债有什么不一样 那如果要看同样一家公司的话 你如果说原先的那一家公司 再多举债一百亿的话 那你的总资产会变成多少 而变成两百亿 那两百亿还算是同一家公司吗 其实就不像同一家公司 因为他的投资的决策 就跟原先那一家公司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想要做的就是说 能不能让我的资产规模不变 他原先投资在哪里就投资在哪里 我今天只有改变我的 我的资产负债表的右手边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在投资决策 基本不变之下 我只是改变我的融资决策 我原先一百亿 完全只有果冬权一来 那我今天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是说 我要提高我的举债比例 那我如何提高举债比例 而不影响我的投资决策呢 那我们就做这样的安排 我们就跑到银行先去借钱 我们借来五十亿 那我们拿到这五十亿的资金以后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到股票市场上面 去把股票买回来 买回五十亿 所以我们的股本也剩五十亿 我们的那个负债也是五十亿 OK 那我们假设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情形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们原先所投资的资产 完全不变 所以你的资产报酬率 也不会因此而受改变 因为我们认为资产报酬率跟那个 农资跟投资是相互分离的 好 那如果变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应该怎么办 那注意哦 我们这边有假设我们的利息是百分之六 利息是百分之六 那如果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的EBIT还是十亿元 因为EBIT的计算是根据我们 资产的一百亿乘上百分之十的ROA 那我们EBIT是十亿 那每年支出三亿元的利息 三亿元的利息 那所以呢 我们这家公司 我们这家公司就是有举债的公司 不是跟刚才那家没举债的公司一样 所以我们的属于股东的盈余就变成七亿 对不对 你十亿扣除掉三亿的利息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假设还是没有税 所以呢 你这边没有办法抵税 OK 所以呢 我们假设说 好 那你今天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那个 公司的那个十亿元怎么分呢 三亿给债权呢 另外七亿就给股东 那我们的股权的 债权的价值是怎么算 债权的价值 那你就这样算 就是说 你每年可以拿到的三亿元 那我们会假设这次举债 是永续就做同样的举债 三亿元 所以它是一个永续年金 那我们又说了 我们说在M面这个理论里面 我们假设举债是没有风险的 所以它可以用6%的无风险利率 所以这6%通时也是无风险利率 当作我们的责限率 所以呢 它就把3亿除以6% 所以债权的价值就等于50亿 股东权益的价值呢 股东权益呢 就是EBIT扣除掉利息的部分 那它10亿的EBIT扣除掉利息 3% 所以等于7亿 然后呢 这家公司的 这个举债以后 股东权益的资金成本 会变成14% 那你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14% 我们先讲说 它会变成14% 所以呢 你7亿当作分子 14%当作分母 那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股东权益的价值 是50亿 那这个 这个10%是怎么来的呢 它事实上很简单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的举债 跟股东权益各债一半 那我们现在的那个 资产的报酬率是10% 那这个10%的报酬率 会让债权能跟股东去分 那债权能呢 只拿走6% 那你说 那你说 这个债权能跟股东 要去分10% 的报酬率 可是债权能只拿走6% 它没有拿走的部分是多少 4% 因为债权能跟股东各债一半 所以股东自己带来的钱 可以赚10%以外 它另外还可以把 债权能没有拿走的4% 把它承接了 所以它的报酬率就变成14% 对不对 所以这14%是这样来 那我们当然有一个公式 我们等一下下一页 它会把 KSL 就是这一家 有取债的公司的 股东权益的资金成本 它会变成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 之前也有讲过 类似的一个原理 就是说 它除了ROA以外 你想想看 它 贷进来的钱 也会放在哪里 也会放在我们 资产里面 那我们资产的ROA 我们当时就说 ROA就跟这一家公司 没有举债的时候的股东权益的资金成本 那我们在上一页 其实已经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没有举债的时候 股东权益的资金成本 这就等于ROA 所以这边就等于百分之十 对不对 然后这边百分之十 减料百分之六 因为我们就说 因为债权能只拿走百分之六 所以呢 你ROA 资产报酬率跟 举债资金成本之间的差额 就会跑到哪里去 就会跑到股东权益那边去 所以股东权益呢 除了它自己的百分之十 还要再拿回来多少 百分之四 那这个D over S 事实上是调整 它股东权益跟那个债权的一个比率 那这边我们刚好股东权益百分之五十 债权也等于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个五十除以五十呢 刚好就等于一 所以这边就刚好等于百分之四 加上这个百分之十 就等于百分之十四 那详细的那个导的过程 当然在后面那一张头一片 它其实用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这边就是没有税 然后所以它就会变得很简单 就是说 资产所占的报酬率 就要让股东权益跟债权能去分 那因为我们这边假设的 债权的资金成本是比较便宜 所以呢通常股东权益拿到的 会比资产的报酬率还要高一点 我们这边假设资产报酬率百分之十 那债权的资金成本百分之六 所以它百分之四没拿走 就是让股东权益拿走 股东权益本来带来的钱就可以赚百分之十 那加上额外的百分之四 就是百分之十四 所以它这个百分之十四放到这里 那你发现呢 我们的那个股东权益的价值也是五十亿 那因此来讲呢 我们WACC 这其实也非常obvious 我们说WACC呢 就是股东所拿走的报酬率 债权能所拿走的报酬率 我们就把它用反方向来讲 以公司的那个 那个立场来讲 债权能所拿走的叫做举债的资金成本 股东所谓分到的 就是股东权益的资金成本 所以股东权益的资金成本百分之十四 债权能的资金成本是百分之六 那各债一半 所以它加权平均以后就等于百分之十 ok 那百分之十就等于ROA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就会发现说 它举债以后的资金成本 跟没有举债之前的资金成本 KSU百分之十是一样的 所以呢 它这边的一个结论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举债的时候 整家公司的价值是一百亿 举债了以后 整家公司的价值还是一百亿 OK 然后 举债之前 公司的资金成本 加总的资金成本是百分之十 举债以后 公司的加总的资金成本也是百分之十 所以MM的第一个理论跟第二个理论 它事实上就是由这两边讲出来 它的第一个理论就是说 在完美的环境之下 举债以后不会影响到公司的价值 OK 这是第一个理论 第二个理论就是说 在完美的经济环境之下 举债以后不会影响到公司的 家权平均资金成本 所以MM的第一个理论跟第二个理论 就是这么简单 OK 那这是一个原始的版本 原始的版本就是说 它是假设一个没有税的环境之下的一个版本 那当然 我们今天如果看看我们周遭的所有的国家 几乎都有克所得税 OK 那这个所得税 我们今天探讨的是 先来探讨一下企业的所得税 那当然你如果说 有机会去念研究所 那它甚至还会把个人的所得税探讨进去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 那它的那个理论的话 就稍微就会更复杂一点 但是我们在这边 我们通常在大学部的财务管理 我们就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假设 把它恢复成比较务实的假设 也就是说 我们原先是假设 完美的环境之下是没有所得税 当然就是没有企业的所得税 那当然我们说 之所以我们在财务管理里面 我们会有资本结构理论 就是觉得就是说 公司要如何去管理 举债的这件事情 那就是那样就觉得说 举债是有必要 那举债为什么会有这个必要呢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原始的版本的MM理论 然后把它放松一个假设 就把原先就是说 企业没有所得税的那个假设 把它放松为企业 有所得税的假设 那如果有所得税的假设 这个结论就会比较不一样 我们刚才有讲 在没有所得税的一个假设 是举债与否 不会影响公司的价值 举债与否 不会影响企业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那如果说 我们今天把所得税的条件 弄得比较务实一点 是说 我们有克盈利事业所得税 那这个整个两个的结论 刚好就会做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 结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刚才所讲 KSL 为什么会等于 KSU加KSU-D 乘上D over S 这个你只要回家去把它走一趟 你大概就会知道 OK 那这是我们在之前给各位看到的 为什么说 那个 我们的那个 ROA 刚好会等于是 右手边的 两项资本的 保守力的加权平均值 对不对 OK 那这是我们在那个 第二章第三章都有谈到的一个 第一章跟第三章都有谈到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举债的一个状况 好 所以这个MM 资本结构理论在没有 企业所得税之下 我们有做的一个Summary OK 就是举债与否 不会影响到公司的价值 举债与否 也不会影响到公司加权平均的资金成本 OK 所以你应该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那这个图当然就是让您看一下 这是我们通常来讲举债的资金成本 OK 那WACC 都是固定不变的 那也就是说原则上来讲举债的资金成本都比ROA要低 OK 所以当你举债程度越高的时候 股东权益的报酬率就会越高 因为他就把那个 债权没有拿走的那个部分的报酬率 弄到那里面去 OK 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用越多便宜的 那个资金的时候 然后KSL的报酬率就会越高 但是他两个加权平均 会刚好就等于这一条中间 稳定的KSU 好 那因为我们之所以要显现出来这个图 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秀出来 如果这家公司 我们在有所得税的环境之下的话 那他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跟公司的价值 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看说 如果企业开始有所得税 那这整个的原先的例子会变得怎么样 那我们这边只做一个假设 就是假设说 这个企业的所得税是一个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 那我们刚才有讲 我们假设说我们的资产是一百亿 资产是一百亿 这个一百亿呢 是账面上的资产 注意哦 我们等一下下一张投影片以后 你会发现说 哎 怎么公司的价值值变成七十五亿 那我们不是说我们的资产 账面上的资产是一百亿吗 那为什么我们公司的资产 会变成只有七十五亿 那各位 我们刚才定义公司的价值是怎么样 是把债权能所能拿到的现金流量 则为限值 然后再把股东的现金流量 加起来则为限值 但是呢 我们今天如果说政府有征税的话 那公司赚的钱 会有一部分的钱 会被政府拿走 那被政府拿走的话 他是不属于债权能所 也不属于股东左右 那他拿走的话 他是永远就拿走了 OK 所以理论上 你会有一部分的现金流量 并不见 那并不见 公司的企业的价值 如果依照我们的definition 你把债权能能够拿到的 跟把股东所能拿到的现金流量 则为限值 那就会比较低一点 就不会等一百亿 那会等于多少呢 因为如果说 就没有举债的一个情形之下 没有举债的情形的话 所有的现金流量 就属于股东所有 对不对 所以他原先的十亿元 他会先被政府拿走 2.5亿 对不对 因为他课税 盈利事业所得是25% 就拿走25亿 那拿走2.5亿 那拿走2.5亿 那拿走2.5亿的话呢 股东只能拿到7.5亿 7.5亿 那股东的那个资金成本呢 刚好还是我们就 表面上来讲 这个资金成本呢 还是会等于ROA 对不对 KSU还会等于10% 所以呢 我们公司的价值 就会变成是75亿 OK 那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原先的ROA EBIT 乘上1-D以后 只剩下7.5亿 所以公司的价值 等于75亿 那股东权益的价值 也等于75亿 那这边的75亿 那这边的75亿 是用 market value 市场价值的概念来看 我们说账面价值 仍然是100亿 对不对 可是因为它的现金流量 经由政府抽筹25%以后 那我们的资产的市价值 剩下75亿 所以这是用market value的概念 去呈现我们这个资产负债表 好不好 所以这边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 我们认为说 如果政府不磕税的话 那事实上对股东来讲 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是减少的现金流量 那所以呢 我们说在有税的状态之下 有税的状态之下 它没有举债的话 那K 我们的那个公司的价值 S就等于75亿 然后我们的VU也等于75亿 那我们的WACC呢 就等于RA 因为它完全没有举债嘛 所以呢 它的也会等于KS U也会等于10% OK 那之所以我们现在的公司的价值 只剩75亿 不是100亿 那是因为政府拿走的一些现金流量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假设就同样的 也是同样一家公司 我们用75亿 当做这个新的公司的市场价值 那我们今天如果要研究一下说 我们想举债 那举债以后 我们跟举债之前 我们的公司的价值 会有怎么样的差别 那我们这边就做一个 比较简单的假设好了 因为我们要让数字干净 因为我们刚才是50% 50%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说 好 那我们就举债20亿好了 那我们也做 做法也是跟刚才一样 我们为了形成一定的举债比率 但是呢 这个我们不想改变我们的资产规模 所以资产规模呢 维持75亿 所以我们 就在借来的这20亿 我们就拿到市场上 去买回我们公司的股票 所以让我们的公司的股票 由75亿就减为55亿 那这边要跟各位讲 这55亿呢 是一个暂时的number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一些 调整资本结构的一些 效果算进去 我们等一下把效果算进去以后 那你会看到说 我们的那个 公司的价值 事实上会变得比较不一样 就是有举债公司的价值 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那高一点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也没有其他的大道理 高一点的话就是说 因为你举债以后 就会产生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 会帮公司抵税 那抵税的话 就代表政府 原先拿走的是 25亿 OK 那后来你抵税了以后 他拿走的钱 变得比较少一点 OK 所以我们就依照这样 我们就算算看说 那做的这一件事情以后 对公司的影响是什么样 是 不小心又变得比较少一点 因为我们要把整个story 我是在一个page里面去讲 那我们来讲一下 这到底有什么改变呢 好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的EBIT 仍然是10亿 EBIT怎么算出来呢 是由我们的账念价值 我们原先的账念价值 100亿 神上10% 所以我们EBIT等于10亿 但是这个EBIT 我们要先付掉 付掉多少的利息呢 我们假设我们的利息还是6% 那我们借了20亿嘛 所以我一年的利息要付掉1.2亿 所以呢 我真的税前净益的话 就会变成8.81 那这个税前净益 就要付掉25%的所得税 就是扣除掉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呢 那当然8.8的四分之一 就得2.2 所以他减完这个所得税以后呢 属于股东所能分配的钱 就变成6.6亿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 债权能可以拿到1.2亿 然后呢 股东可以拿到多少 6.6亿 1.2亿 6.6亿 加起来的多少 7.8亿 对不对 那我们刚才没有取债的状态之下呢 股东所能拿到多少钱 7.5亿 所以他每年多了 0.3亿的现金流量 如果说把总和的现金流量加起来 那你从反方向来看 如果没有取债的状态之下 政府拿到多少亿 2.5亿 那我们刚才从这边 由8.8亿 乘上25%的话 那在有取债的状态之下 政府会拿走多少钱 2.2亿 如果没有取债 政府可以收到2.5亿的税收 如果因为取债了20亿 那产生了1.2亿的利息费用 那政府的税收就要少掉0.3亿 就只剩下2.2亿 所以呢 我们公司的价值就因此会比较高一点 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政府拿走的钱变少 那我们还是用所谓永续年金的概念 我们就来算算说 那我们的那个债权能的价值会变多少 那债权能变的价值其实是蛮固定的 对不对 你用你的拿走的利息去除以你的利息的报酬率 就是6% 所以呢 我们20亿的债权是固定不变的 OK 是不会因为我们现金流量的调整 而让债权的价值变为不变 变得比较大或比较小 它是不变的 就是20亿 好 那现在我们要来算股东权益的价值 股东权益呢 我们刚才讲过 10亿元的EBIT扣除掉1.2亿的利息费用 会等于8.8亿的EBT 扣除掉2.2亿的税金以后 就变成6.6亿 那这6.6亿呢 除以他的股东权益 所应该得到的报酬率 好我们这边先等一下才告诉你 那11%是怎么来的 他是11% 所以呢 他6.6亿除以11% 他可以得到60亿的市值 OK 60亿的市值 那这60亿的市值呢 就比原先我们上一页 我们看到我们的股东权益 是55亿嘛 那可是经由举债的这件事情 他有一些抵税的效果出来 会让我们的股东权益的价值 就变成60亿 好 变成60亿 那所以增加了5亿的价值 这5亿的价值呢 完全就由股东来承接 完全由股东来承接 所以股东呢 的价值呢 就增加了 所以呢 我们到头来 资产的市场价值 因为我们说整个公司的价值 我们definition 是什么 把我们的什么 把我们的那个 股东权益的价值 60亿再加上我们的 局债的价值 20亿加起来 所以整个公司 企业的价值 OK 那我们有一个简要的公司 就是说 他可以由 同样的一家公司 如果当时没有举债的话 他价值是75亿 那他如果有举债的话 那他的公司的价值 会随着举债的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对不对 因为举债程度如果增加 那你就会预期到他的利息费用会增加 利息费用增加呢 政府拿走的税金 就会变少 OK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关系 就是说 VU会到头来会等于 我们的企业的所得税率 再乘上一个 我们的那个 局债的幅度 那这个东西当然 也可以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们想想看 你如果说 每年产生的1.2亿 的利息费用 OK 那你的所得税 就会少缴0.3亿 那你少缴這0.3亿的 少缴這0.3亿的 少缴這0.3亿的 那个 Benefactor 就是那个受益者 是我们的股东权益 我們說他是跟利息有關的一個支出 所以他省稅掉省繳的那個0.3億的稅 如果你真的要去把他用永續年金的一個方式去求出他的限值 那因為他的不確定性事實上是跟利息是有關的 那因為我們說利息是無風險利率 所以你要繳的稅本身可以得到的那個抵稅效果 要用6%去當作他的折限率 所以你把0.3除以6% 你會發現就是說每年省掉0.3億的這一筆支出 他把它折回限值就會變成是5億 這5億剛好會等於你的20億的舉債 你舉債乘上25%的一個所得稅率 就剛好是等於這樣 所以我們這個公司價值增加的部分 就有舉債以後 公司的價值會比這一家公司如果他沒有舉債的時候的75億 要多出一部分 這部分剛好是你舉債的幅度乘上你的所得稅率 OK 那所以這是這個樣子 好 那當然這個TD到頭來都會變成是由股東權益來產階 OK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就可以跟各位講一種 因為我們的公司的價值 我們整個公司的價值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增加舉債的話 那某種程度之下我們就要減少股東權益 因為我們維持我們資產的規模不變 OK 那由於舉債債權人呢 他拿走的權是固定的 可是他的舉債所得到的抵稅的效果 這個TD呢 會跑到現有的股東的身上 所以呢 這個舉債的利益越大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舉債完了以後 我們股東權益事實上會縮小 所以你比率上會有比較少的股東權益 去接受比較大的抵稅利益 所以我們剛才有講過 如果你找到一個資本結構 在那個資本結構之下 你讓公司的價值最大化 那那個資本結構之下 同時也會讓股東權益最大化 那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你舉債所得到的抵稅的利益 完全就由留下來的股東所承接所有 所以我們說如果做到最極致它會怎麼樣 做到最極致的話 就是我們這家公司 百分之百什麼樣 舉債 那你剩下的股東權益只剩下一塊錢 好了 所以百分之百舉債 然後它會底掉的所有的稅 完全就屬於那一塊錢的股東所有 所以如果說你把這個理論推到最極致 你會得到一個效果 就是說 當你公司價值最大化的那個 舉債程度 其實在這邊隱含就是百分之百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VL等於VU加TD 那那個VL什麼時候最大 就是你幾乎整家公司都是完全有舉債而來 那個D最大的時候 這家公司的價值就最大 對不對 那如果當這個D最大的時候 那所得到的TD也會是最大 那但是公司如果說我們的股東權益 只剩下一塊錢或一毛錢 代表現有的股東的話 那那一塊錢的股東權益 就承擔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抵稅的效果 所以那時候股東權益的價值也會是最大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理由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 那那個我們 經理人所要追求的是 企業價值的最大化 也是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那其實我們隱含的就是說 因為債權人拿走的是固定的 那剩下來都是股東所有 對不對 所以你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時候 其實也是股東價值最大化的時候 所以我們這邊 唯一 大家還不太清楚的就是說 那個百分之十一如何而來 那那個百分之十一呢 那你要求算的過程 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那我們這邊呢 只是教各位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去記 你如果想要去導出 詳細的那個結果 那請你參照下面的這一張 很可怕的一個圖 對不對 那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因為你只是一項一項把它帶進去 那帶的過程當中要有一點技巧 但是我們後來你會得到就是說 這一家有舉債公司的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會等於這個樣子 好 那你在這邊你可以很容易看到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剛才為什麼要先有那個沒有稅的版本 因為呢 我們這個有稅的版本跟沒有稅的版本 它其實差別非常的小 而且也非常的合理 它只差別這一項 乘上一個一簡T 那這個一簡T也會蠻make sense的 為什麼會蠻make sense的呢 各位想想看 我們在沒有稅的狀態之下 是沒有這一項的 OK 那有稅的時候為什麼多加了這一簡T 各位想想看 你有稅的時候 政府要怎麼算你的稅 政府怎麼算你的稅 政府怎麼算你的稅 政府算你的稅 就是什麼 營業上的盈餘 減掉利息以後 才會變成稅錢所得 那營業上的盈餘 如果在資金成本來講的話 你要用什麼東西去看它 營業上的盈餘就是KSU 我們說EBIT怎麼來的 EBIT等於我們的總資產乘上ROA ROA剛好等於什麼 KSU 就是股東權益在沒舉債的時候的報酬率 就等於ROA 所以我們說EBIT 減掉利息費用的部分 才會等EBT才會課稅 那所以如果就資金成本來講 EBIT就是KSU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的利息就是KD 那也就是說 這個KSU減掉KD的部分 才要付稅 OK 所以呢 我們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就是說你在有舉債跟沒有舉債之下 的一個差別就是說 我這部分賺的部分要付稅 所以我只能得到這個部分 乘上1.0的部分 OK 所以呢 我們說 我們的股東在有舉債的狀態之下 那他的報酬率 會比沒有舉債的時候 稍微低一點 OK 因為正不會有扣掉一點的稅 所以我們拿到的報酬率就沒那麼多 OK 那拿到的報酬率沒那麼多 其實站在企業經營的立場來講 就是股東權益的資金成本 事實上沒有那麼高 OK 沒有那麼高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大概會看到一種狀況 好 我們先看一張圖 你就會了解 好 我們原先在沒有稅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說就沒有那個1-T的那一下 那1-T當然我們的稅率是 這邊是25% 所以1-T的話就等於0.75% 所以沒有稅的狀態之下 你所得到股東權益的報酬率是比較高的 但有稅的狀況之下 因為財商的那個0.75% 所以後面的第二項財商的0.75% 所以我們的資金成本 稅微就來講比較低一點 也就是股東權益拿到的報酬率是比較低的 然後呢 當然站在公司的立場 公司的資金成本也會是比較低的 OK 然後第二個部分來講 就是說 我們原先的資金成本 舉債的資金成本 是不能抵稅的 那我們今天呢 舉債的資金成本 是可以抵稅的 OK 所以呢 雖然我們的KD 是不變的 但是因為你KD 有抵稅的效果 所以當你如果計算WACC的話 我們會有兩種作用 一種作用就是說 原先的KSL變低了 第二種作用的話就是說 KD本身又可以去抵稅 所以在兩層作用之下 所以在兩層作用之下 你會發現 我們原先的 我們原先在沒有稅的狀態之下 WACC是KSU 但是呢 我們這邊會隨著 舉債程度的增加 WACC會降得更低一點 OK 那 我們剛才不是有講嗎 我們剛才說 VL 我們剛才有講說 VL等於 VL U加TD 那我們這邊其實基本上 已經有 一個 implication 就是說 那你舉債程度是 幾乎等於百分之百的時候 公司的價值會最大 好 那我們剛才又講說 WACC 會隨著舉債程度的增加 而減少 OK 那 它其實減少也會 幾乎說 當你百分之百舉債的時候 那你的 WACC 會變得 最小 因為 其實你如果看一下 我們WACC 這個 這個 VL 除以D D除以VL 然後乘上一個所得稅率 那你在這邊 應該可以看到一種狀況 如果你的舉債程度 幾乎等於百分之百的話 那這邊就會等於 所以 WACC 就會達到最低的程度 那為什麼 這個 公司的價值 在 幾乎等於百分之百舉債的時候 是最高 公司的加權平均 資金成本 幾乎也是在百分之百舉債的時候 最低 那是假設說 我們 在投資 決策之下 所產生的 現金價值 現金流量 投資 決策 產生的現金流量 是沒有受 農資決策的改變 所以 現金流量 在那裡 所以你如果找到一個 資本結構 那你的加權平均 資金成本 最低的話 公司的價值 就會是最高 也就是說 這加權平均 資金成本 是在我們 整個 投資案折現的過程之下 它是放在分母的 如果分母能夠 最低的狀態之下 公司的價值就會最高 因為 基本分子的現金流量 是不變的 所以 你如果能夠讓你的 擇性率越低 然後 基本不變的現金流量之下 那 我能夠得到的 公司的價值是最高 所以在這邊 我們剛才有講 財務理論 基本上是把 投資決策 跟融資決策 分離 那投資決策 所能得到的 operating the cash flow 它是given by你所做的 投資決策 就是我們在 NPV 那邊所做的 你去分析 就是說 你去蓋 迪士尼樂園 那每年會賣多少票 那你每年會有多少的那個 怎麼樣 多少的收入 賣多少的紀念品 那那些現金流量 不會說 你這個 你這個 迪士尼樂園 所花的1000億 到底是多少錢是局債 多少錢是自有資金 不會受那種的改變 所以那個 你賣東西 賣紀念品 賣門票的那個收入 不會受說 你怎麼樣 農資的影響 所以 基本來講 你能夠收到 operating的 cash flow 是固定的 所以 你只要找到一個 融資決策 讓你的資金成本 能夠達到最低的話 那 公司的價值就會達到最高 他的理由是這樣子 所以 現在 大家才能夠 把 我們在講 投資決策 融資決策 怎樣融合在一起 然後得到 對公司最有利的狀況 應該現在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 各位 可以去看一下 為什麼這WACC 到時候可以簡化成 ksu 身上那個中花虎 一減掉 t乘上 舉債比率 那個d over vl 就是舉債比率 所以 舉債比率 越高 家權平均資金成本 越低 OK 那 所以呢 你應該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我們剛才說 MM的理論一 MM的理論二 在原始的版本 是沒有稅的狀態 沒有稅的狀態 就是說 MM的第一個 proposition 他是講說 這個局債以否 不會影響公司的價值 他的第二個proposition 是說 舉債以否 不會影響公司的 加權資金成本 但是呢 我們把所得稅率 這個很重要的要素 把它加回去 那你會發現 就是說 舉債 會增加公司的價值 舉債以後公司的價值 會等於當初沒有舉債的公司的價值 再加上 T 乘上 舉債的幅度 T的話是企業的所得稅率 OK 所以T乘上D 所以說 有舉債 公司的價值 會等於當初沒有舉債的時候 公司的價值 再加上T乘上D OK OK 好 然後呢 這是第一個proposition 加入稅的以後 那第二個proposition 如果加入稅以後 它會改變成說 有舉債以後 公司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隨著舉債的程度的增加 而降低 那它降低的幅度到底是多少 那你就是說 從原先的ksu 原先如果沒有稅的狀態之下 公司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是ksu 那現在呢 如果有加上這個稅的一個緣故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它的舉債程度越高的話 那個中瓜幅裡面的調整的項目 就會越 就是一減掉那個t乘上 舉債比率 那這個中瓜幅裡面的 值會隨著舉債程度的增加 而下降 所以呢 公司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會隨著舉債幅度的增加 而減少 那這就是我們的mm的資本結構理論 有加入稅的因素 那所以你會看到的情形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用另外一個方向來看 因為有些同學 以後會修到 所謂的財報分析跟企業評價的課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財務管理理論的這種談企業價值的方法 然後到時候你跟 你在用企業評價的方法去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然後你會發現就是說 是不是會有點點不太一致 那這個東西是我自己 在當老師的時候 我一直都覺得就是說 那沒什麼啊 你就用不同的觀點去看啊 可是我後來 在教這個企業評價的時候 我說這兩個東西應該有某種方法 可以把它弄成一致 後來我發現說 哦 原來就是你在看這個現金流量的時候 你由企業本身來看 跟從分析師的方向去看 是不太一樣的 那所以呢 這兩個 那個理論呢 你如果沒有再加以稍微調整一下的話 你是很難得到一個 統一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這邊呢 就稍微要跟各位來講 因為在你看企業評價的時候 那企業評價的老師 或是分析師 他很著重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 自由現金流量 自由現金流量 那這個自由現金流量 到底是什麼呢 自由現金流量就是說 這個公司 如果到每一年 他會有會計上的盈餘 然後他會調整他的投資 OK 那我們剛才是假設 是一個沒有成長的公司 對不對 那理論上呢 我們說 一般很正常的公司來講 他應該是會有成長 那如果有成長的話 你會 將會發生到 發現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 他每年可能會因為 會計上的盈餘 不是要加 deprecation 所以你會說 好 我的稅後現金流量 應該是等於會計上的盈餘 加上我的deprecation 但是公司通常會有一個目標 他要成長 那成長的話 所謂成長 那成長不是說成長就是成長 成長的話 其實通常隱含著就是說 你的現金流量 你的股力 還有你的營收要成長 那如果要這樣的成長 其實最主要就是你透過什麼 資產規模的增加而成長 那資產規模怎麼能夠會增加呢 就是說 你今年的資產規模 如果要比去年大的話 那你理論上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投資要比你的折就要高 才能夠讓你的資產的規模會增加 OK 所以通常呢 你在做企業評價的時候 那老師們就會告訴你說 那你要算出所謂的自由現金流量 那個自由現金流量的話呢 它的概念就是說 公司要能夠支應完 你投資的需求 會先把就是說 你投資所要做的一個現金先保留起來 那剩下來可以自由分發給 因為債權能跟股東的部分的現金流量 才叫自由現金流量 所以所謂的自由現金流量的概念呢 就是考慮了未來投資的需求 先把投資需求所需要的保留盈 先算出來 然後你能夠自由發放給股東的部分 才叫自由現金流量 那當然自由現金流量 在我們這個沒有成長的模型來講 稍微還是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這邊如果假設它沒有成長的需求來講 那自由現金流量可能會比較單純一點 就不用考慮說 未來資產的規模要比過去的資產規模要大 那要保留多少 因為我們仍然還是維持這個成長的概念不變 只不過這個自由現金流量 跟我們剛才所講的現金流量 稍微是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等一下來跟各位講 因為我自己是同樣教財務管理 又教我們的企業評價 那我在教財務管理的時候 我對企業的價值 我當然很容易就可以算出來 它是什麼等 等於什麼加什麼 那對於企業評價的時候 那當然教科書上面就告訴你說 你要去估計 所謂的企業的自由現金流 然後你在用公司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去罰則限 然後你就會相等 那後來我就想想看說 奇怪 因為我們這樣來跟各位講好 在MM理論裡面 我們這邊當然都是想有稅的狀態之下 MM的理論裡面我們說 公司的價值是等於股東權益的價值 加上債權人的價值 對不對 股東權益的價值呢 就是股東權益能夠拿分到的錢 跟債權人分到的錢 然後各式去處於他的一個折限率 那加總起來 就會等於整家公司的價值 那我們那時候就有一種感覺就是說 那既然如此的話 那理論上你如果說 針對於股權這樣去算 針對於負貸這樣去算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求算WACC呢 那我們想說WACC 應該有一種可能性就是說 你把股東所拿到的錢 加上債權人所能拿到的錢 把它放在分子 然後你處於WACC 應該也可以等於 我們整家公司的價值才對嘛 那我當初在想說 如果這樣子的話 好像這中間有一點怪怪的 因為你要知道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加上這個東西 然後底下處於WACC 你會不會得到公司的錢 整家公司的價值 我要來試了幾次以後 我覺得它差了一項 那我就說 怎麼會差了一項 後來我才發現說 對的我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一點點沒有想好 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現金流量 我們這邊分子的現金流量 是指什麼的現金流量 是指 債權人會拿到的現金流量 那這邊的現金流量 是指股東真實拿到的現金流量 所以債權人的現金流量 以債權人的折限率去折 然後股東所拿到的現金流量 以股東去折 但是我們這邊的WACC是什麼概念 WACC是站在公司經營者的概念 所以我們如果分母是 站在公司經營者的概念來講的話 我們的分子 也應該站在公司經營者的概念去算 那雖然我們說債權人 它是拿到interest對不對 可是債權人 所拿到的interest 如果以公司的概念來看的話 公司事實上會覺得 這個interest是可以抵稅的 所以對公司來講 它付給債權人的現金流量 事實上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利息 應該是說 如果說公司付出去 10萬塊錢的利息來講 那這10萬塊錢利息 會幫它抵2.5萬的稅 所以對公司來講 真正的利息負擔 事實上是比較小的 OK 所以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 是站在企業經營者的眼光來看 企業經營者的眼光來看 所以我們如果說 把股東拿到的現金流量 因為股東拿到的現金流量 不能抵稅 所以這個股東拿到的現金流量 再加上 債權的現金流量 對我而言 只是一個INT乘上一減T 所以在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 就是說 以企業的立場來看 那我的債權人會拿到多少錢 所以我們企業的現金流量 事實上是 這兩個現金流量 再減掉一點點 因為它有抵稅的效果 所以我們如果說 我們把這邊的分母 改為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 這邊的分子改為WACC 那你就可以算出來 我們整個公司的價值 那企業評價 它是這樣跟你講 你算出整家公司的價值以後 然後你在減掉負債的價值 就可以等於股東權益的價值 這是大部分來講 我們的approach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在同樣的一個方式來看 我們用MM理論 我們當然知道說 那80億是怎麼樣來的 那我們這邊就用企業評價的概念 請各位先算出來 整家公司的自由現金流量的概念 那自由現金流量的概念 當然就是說公司至少要賺多少的現金流量 才能夠滿足債權能 才能滿足股東所要求的現金流量 那這些自由現金流量 我們當然對 配給債權能的企業現金流量 因為利息可以抵稅 所以理論上 我如果要去借 我要付10萬塊錢的利息的話 對我來講 真正的一個 那個費用就只有7.5萬 7.5萬 因為我可以抵掉2.5萬的稅 所以對我來講 真正付給債權能的 只有7.5萬的現金流量 所以我們intress乘上1-t 就是分配給債權能的現金流量是0.9 分配給股東的自由現金流量 難度不變 因為股東的現金流量是沒有辦法抵稅 所以它是6.6的話 就是6.6 那只不過說 給債權能的自由現金流量比 跟我們剛才所算的利息費用1.2億來講 它是變成0.9億 所以兩個加起來 自由現金流量量是7.5億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有一個比較簡便的一個算法 它事實上 我們債權能的自由現金流量量是int乘上1-t 然後呢 我們的股東的現金流量是ebit-2int 然後再乘上1-t 那你會發現這邊的 跟那個瓜糊裡面的int乘上1-t 事實上是重複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底調那個以後 你會發現其實 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如果在沒有成長的模型之下 它會變得很簡單 就變成是ebit乘上1-t 那這個ebit乘上1-t 事實上在我們 因為你要保留起來給那個 那當然你也不能用永續年金的方式來除 因為到那時候的話 現金流量是會有成長的 所以你就不能用那個 永續的那個年金的方式來除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如果說 我們同樣的這個例子 那我們的nopad ebit 我們的ebit 是那個 10億嘛 對不對 10億 那我們乘上1-0.25 就會變成7.5億 那7.5億的話 事實上就是 那個 債權人的稅後現金流量0.9 再加上股東權益稅後現金流6.6 加起來7.5 那7.5除以呢 我們的WACC是9.375 依照我們上面那個公司去算 那你就可以算出來80億 那這個80億呢 是整家公司的價值 所以我們企業評價 我們就會先去估算出來整家公司的價值 然後去減掉我們負債的價值20億 所以股東權益的價值就等於60億 所以這個東西是把MM理論的觀點的企業價值 跟企業評價的價值把它做一個 做一個統一 那所以也就是說你從兩個方向去看 那事實上企業價值都是一樣的 唯一一直會讓人家 感覺到很困擾就是說 你由MM的理論 你看到的現金流量是 由投資人的方向所看到的現金流量 那自由現金流量的話 是由企業經營者的觀點去看這個現金流量 所以兩者稍微來講有點不太統一 所以你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你會發現說就會很清楚 到處所學到的東西 事實上是沒有什麼不一致 那所以這是滿好的 因為我前兩年才想到用這種方法來跟學生講 那不曉得其他老師有沒有講就是了 好 那不會影響到破產的風險 也就是說你舉債比例為0 舉債比例為10% 舉債比例為90% 他都假設KD是一樣的 KD是一樣 KD是什麼 舉債的資金成本 那舉債的資金成本都一樣 就是隱含說你就算借很多的錢 你舉債的代價仍然不變 就代表說你借10% 跟借錢借90% 那你的利率完全不變 那這是不太可能 因為我們在市面上你會想說 一家公司如果舉債比例為10% 跟舉債比例為90% 他去借錢 只要他營運的風險是一樣的話 可是他舉債比例會非常不一樣的話 你會覺得說 他的舉債的利息會完全一樣嗎 就不會 那所以呢 我們說MM理論的原始模型裡面 由於假設舉債是沒有風險 所以舉債的資金成本 可以always都一樣 所以呢 他導出來的結果 就會等於說 公司價值什麼時候最高呢 100%舉債的時候 公司價值最高 資金成本什麼時候最低呢 那當然這樣的結果 我們會覺得不太實用 不太實用的原因是 因為 如果這個東西是真的的話 那今天市面上幾乎所有的公司 都要100%舉債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舉債 在當然就務實的層面來看 他當然會有 一點點會影響到破產的因素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假設什麼 EBIT EBIT這個機率分配是不便 EBIT機率分配是不便 但是你固定的費用 越來越高的話 各位注意一下 我可能在這邊 跟各位畫一下 我們的那個理論模型 我們理論模型呢 是假設我們的 的ROA 他不會受我們局債的一個改變 因為ROA是完全取決於你的投資決策 所以ROA會有一個 一個EBIT的一個機率分配在這裡 這是EBIT的一個機率分配 好 那各位要知道 我們的那個利息費用呢 我們利息費用 我們假設說 原先的利息費用是在這裡 那你可以說 導賬的風險 所以可能不高 OK 當你增加舉債程度的時候 各位要注意到 你增加舉債程度的時候 你沒有改變EBIT的機率分配 對不對 你增加舉債程度的時候 你只要增加 利息費用 對不對 那當你增加利息費用 你會發現就是說 因為你的 你的股東權益會縮小 股東權益會縮小 所以你EBIT減掉I以後 再扣掉稅以後的 就會變得比較少的股東來分 所以他每一單位的股東權益的報酬率會增加 好 那雖然股東權益的報酬率會增加 但是就實質上來講的話 實質上來講就是說 我們的EBIT本身來講 它報酬率是不變的 機率分配沒有改變 但是你的利息是增加了 OK 我們原先 當EBIT小於利息的時候 就叫什麼 就叫導賬 就叫違約 因為你賺的錢不夠於分 發利息嘛 所以當你舉債程度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理論上 導賬的機率就會變得越來越大 因為我們假設EBIT是不變嘛 因為你公司的規模沒有改變嘛 你實質局下來改變而已 OK 那舉債增加了以後 當然利息的負擔固定的費用 是會增加 那你又 given那個EBIT不變的話 那理論上 擴展的機率當然就會越來越高 所以比較務實的狀況應該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在今天來講 在MN理論裡面 就假設它不會導賬 不會導賬的話就是說 EBIT always就會大於這個利息 百分之百 那當然我們知道 務實的層面不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就 必須要去把它 再放鬆 一個假設 可是我們放鬆的這個假設呢 就不能夠像我們之前一樣 就是因為有稅率的關係 直接算出來 稅頓的效果是多少 因為我們要探討了這個破產成本 這個概念 我們好像從頭到尾 都必須要用很抽象的方法去探討它 因為它可能是要來講比較複雜一點 當然我們在比較 碩士班跟博士班的時候 我們會假設一些函數 然後去想辦法去model 這個破產成本到底會影響公司的價值有多少 當然我們在第一門的財務管理裡面 我們盡量想辦法就把破產成本 用一種抽象的方法跟各位解釋 因為它影響的程度 成分還蠻廣的 因為不同的產業 它的破產成本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如果 假設一個函數或怎麼樣 一方面會增加各位數學上面的一個障礙 另外一方面的話很可能寫實性也不高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會跟各位討論一下 因為你的取債程度增加 我們的概念在這裡 你取債程度的增加 會增加利息固定的負擔 所以在基本EBIT不變之下 它的機率分配不變之下 它的破產機率是會增加的 好注意喔 我們這邊談到兩個東西 一個叫破產的機率 另外呢 我們談到一個概念叫破產成本 OK 那破產的機率跟破產成本呢 它事實上是相關的 我們今天來講 我們雖然是叫破產成本 但是我們在這邊 我們要跟各位強調一下 這個破產成本呢 它不是說等到一家企業破產以後 才會產生的成本 其實這個破產成本 比較exactly 我們想描述的就是說 企業因為舉債 而增加破產機率 那破產的機率呢 對價值來講 對企業價值來講 是一個負向的價值 所以我們就要想把這個負向的價值 就用一個破產成本來描述 OK 因為我們說破產機率增加 會增加公司的成本 那公司的總價值當然就是 原始的價值扣除掉成本 就是淨價值 也就是說 因為公司舉債增加 會引起破產機率增加 破產機率增加 會引起破產成本的增加 那所謂的破產成本 事實上是公司因為舉債所產生的負價值 我們就把它稱為破產成本 那因為增加舉債所增加的正價值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抵稅的效果 但是呢 因為增加舉債的過程當中 也會增加負價值 就是破產的成本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 為了不要互相干擾 所以我們就把說 好 因為抵稅所增加的 我們叫做稅頓的效果 那稅頓的效果當然是正的 但是因為破產的機率增加 要增加的成本 其實就是企業的附加值 那我們會隨著 舉債的增加 那這個破產成本也會增加 這個破產成本是完全是跟破產機率相 associate的成本 不是說一定要等到公司破產以後 才會增加的成本 當然公司如果真的破產了 那個破產成本是比沒有破產的時候的破產成本要高很多 所以破產成本事實上是指 因為舉債所產生的負價值 那他如果沒倒贈之前 這負價值還是存在的 OK 那他如果當然是破產了以後 這個負價值當然更大 OK 所以理論上是這樣子 好 那通常來講 我們會認為破產成本是由股東來承擔 那你會想說 破產成本怎麼完全由股東來承擔呢 因為我們理論上 我們的法律 會盡量保障債權能 OK 所以如果因為公司舉債所增加的負價值 那在某種程式上來講 他會損傷到公司的總價值 那理論上呢 當然他公司如果說 因為破產而產生 必須要去清算 那清算所得的人 第一個就會跑到債權的那邊去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來講 股東要去承擔這個價值的損失 那當然到達某一定的程度 其實債權的也會受損 那我們在這邊當然就是說 因為債權能可能會有一定的預期 知道說股東可能在某種方面上面 會傷害到債權能的價值 所以他在天約的時候 會盡量想辦法保障自己 所以我們說原則上呢 比如說我們公司如果要舉債的話 那債權能一定就會去希望他提供擔保 那提供的單保品來講的話 一定要高於債權本身的價值 所以呢 如果說這件事情可以做得到的話 那理論上債權的價值就會百分之百的保全 那如果公司因為舉債而產生倒帳的一個情形 那成本就完全由股東來承接 那當然這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因為我們通常 後來會發現 如果說真的公司 產生的那個倒帳的情境來講的話 在非常多的動量之下 債權能還是會受損 但是我們認為是股東 所受損的程度 應該是遠超過債權能 好 好 那我們來定一下 什麼叫波程成本呢 我們在這邊也沒有辦法 非常詳細的跟各位來講 我們只是會說 因為公司如果 舉債程度比較高一點的話 那會有一些東西跟舉債程度高這件事情 是會有一定的聯想程度 OK 好 那我們第一個來講 如果公司舉債程度比較高一點的話 我們把破產成本分為兩種成本 一個叫直接的破產成本 另外一個叫間接的破產成本 所謂的直接破產成本就是說 跟舉債程度增加 然後所謂增加的一些法律跟行政方面的費用 叫做直接的破產成本 跟舉債這個增加 那通常來講 你如果說公司不斷的在增加舉債 那他事實上會有一些行政跟法律上的費用 比如來講 你如果說你增加舉債以後 那債權人就會開始擔心 你的那個債權會有倒帳的一個風險 所以呢 他會直接在契約上面 比如舊的債權能 他也會要求你提供多一點的擔保 那舊的那個債權 新的債權能 也希望你在訂這個債的契約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增加舉債了 所以他也會要求你比較多的一個監督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機制 然後讓你在進行這個契約的擬定的時候 會比較高的成本 OK 或是說你想想看 我們通常來講 你發行公司在 你都必須要去找一個 金融機構去當你的擔保人 對不對 當你本息找不出來的時候 那金融機構會願意幫你擔保 那這些也算是直接的成本 那你如果說一家公司 舉債程度很低的時候 你導賞的機會比較小 所以呢 那個金融機構幫你做擔保的時候 charge你的commission 是比較低的 如果說你今天 舉債比例越來越高 舉債程度高達50% 60% 那金融機構 仍然還是會幫你做擔保 他還會評估 評估完了以後 他覺得你風險會比較高 所以他的擔保費用 就要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些就是所謂的 直接法律跟行政管理上面的 一個成本 叫直接破產方面的成本 但是我們其實 花比較多的時間討論的是 間接方面的成本 間接方面的成本 又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執行業務能力的降低 所產生成本 其實很多人說成本怎麼會增加 其實你比較容易想像 就是由負價值那個方向去看 就是說 他因為舉債了以後 然後他可能會損失掉一些收入 或是增加一些成本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執行業務能力的部分 如果說你的舉債程度很高 如果你的公司又是賣那種長期資本財的公司 比如說前一陣子 有汽車廠 那他的財務狀況比較艱難的時候 那你如果是一個汽車的買主 你就會想說這個汽車廠 如果財務狀況不好 如果舉債程度過高 如果剛好碰到一兩年的那個 經濟不景氣的話 他很可能就會公司倒掉 那公司倒掉 那原先我們通常買汽車的時候 通常就會有一種感覺就是說 這個如果是一個健康的公司來講的話 那以後我的汽車維修保養 或是補充零件 應該就比較容易一點 那你如果碰到有一家公司 他目前是財務上岌岌可危的話 你還敢去買他的汽車嗎 OK 你很可能就會覺得說 萬一我買的汽車兩三年以後 那這個公司倒了 那汽車零件啊 或是汽車的維修保養 很可能就沒有人照顧了 所以呢他 如果因為舉債過高的話 就有一些 遠先會做得成的生意 現在就做不成了 OK 所以銷貨收入會減少 那第二個呢 我們執行業務的成本會增加 OK 好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健康的公司 那我們當然知道就是說 我一般這個商業上的慣例 你如果說要去進貨的話 你如果跟你的供應商進貨 那我們假設在正常的狀態之下 他應該會允許你有一段時間可以奢銷 就是你欠他錢 用應付賺款的方式 然後你先把貨進進來 然後你賣出去以後 甚至有一些廠商他就允許你說 你的那個 顧客給你錢以後 你再來付你的贏付賬款 OK 可是如果說你舉債程度很高 也就是說你在風雨飄渺中間 那你的供應商 仍然願意給你那麼長的奢銷的時間 或是給你那麼大的奢銷額度嗎 他可能會很怕 為什麼 因為你隨時一倒的話 那那個奢銷的那個帳就會變成呆帳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他很可能會減少你受信的幅度 可能比較極致的一個狀態就是說 你要進多少貨拿現金過來 OK 或是說 那個你在跟我進貨的過程當中 我要你簽訂一定的契約 你如果有倒帳的話 那你這個跟我進貨的這個幅度 就要當作我的那個 我有求償權 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那這些來講的話 就會增加進貨的成本 那這個也是因為 我們舉債程度增加了以後 間接會增加了一些成本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有一些代理成本的概念 就是說因為 在公司的一個制度上的一個設計 OK 當你如果舉債幅度比較高的時候 那公司的經理人 他有某一些動機 他可以去從事一些交易 這些交易整體上來講 對公司可能沒有好處 但是因為你的舉債程度比較高 你會發現就是說 你做了某些動作之後 可能會損傷 債權人的價值 但是對股東來講有利 屬於各位 我們這邊說是經理人的決策 對不對 但是經理人原則上 是要站在股東這一邊 因為他的角色扮演 就是要 讓股東的價值最大化 對不對 所以他很可能會去做一些 可能傷害債權能 但是對股東有利的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只有在 舉債比例比較高的時候 比較容易去發生 所以這些成本 也是跟舉債比例高的時候 會比較緊密相關 OK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 我們先講最下面這個例子來講 OK 最下面的例子就是 掏空公司的資產 OK 掏空公司的資產 我們比例來講 有一些公司 我們假設他有個資產 那這個資產假設是十億元 那這個資產如果說 在舉債比例比較高的順位之下 如果公司操控資產 那他有蠻大一部分 損失是有債權能負擔 那當然有部分的損失 會有股東來負擔 但是你會覺得就是說 如果舉債比例比較高的話 股東很可能比較容易去從事這樣的事情 那比如說 我們有一家公司 目前來講 資產的價值只剩下十億元 然後呢 他剛好欠 債權能的話 也是十億元 OK 那今天股東的價值 假設是零元 那今天因為 債權還沒有到齊 所以這家公司仍然是在營運當中 那如果經理人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這個十億元的資產 然後賣給 股東的關係人 我們假設就是說 我們就做了一個買賣 這個買賣是虧錢的買賣 把一個十億元的價值只賣得五億元 那你想十億元的價值賣得五億元的話 公司不是損失五億元 可是呢 目前的狀態是這樣子 目前的狀態是說 這個公司的負債是十億元嘛 所以 即使這十億元整個都拿去賣掉 賣得十億元的話 賣得十億元的話 這十億元整批錢就交給 債權人 所以股東是拿到零 但是如果今天呢 我們把這個十億元的資產去賣給一個股東的關係人 然後呢 我只賣了五億元 那賣了五億元的話 整個公司損失五億元 但是關係人的話就賺了五億元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 關係人本身是股東的一個分身 或是一個假代理的話 那理論上來講 這五億元就挪到股東那邊去 那五億元的損失 我們賣的五億元現金 五億元可能會交給債權人 那債權人就有五億的損失 那這件事情如果完全沒有舉債的話 整個資產的損失就是由股東來承接 可是他 是這個交易 如果說是在 有債權人的前提之下 來講的話 那這個損失人可能債權人就會去分擔 所以我們說 他其實就是因為公司的一個制度的一個關係 你會發現就是說 在 舉債程度比較高的一個狀態之下 如果說資產有任何損失的話 那債權人會幫他承擔了一點 那股東的承擔 可能就會比較少一點 那但是你又知道 那個掏空的利益 很可能在就某種行為上來講 也就是benefit那個股東 因為他是股東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這個代理成本 其實是都會存在的 那個代理成本的高低 可能在舉債幅度比較高的時候 他的代理成本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他經理人更有傾向去做這樣的事 那所以我們第一個來看一下 我們說 如果公司 在舉債程度很高的時候 而且 我們這邊來講 如果要凸顯那個所謂的破產成本 來講 我們當然也有一定的假設就是說 公司很可能是比較 瀕臨破產的那種地步 因為我們來講 所謂的破產成本 大概就是 有兩個 比較essential的條件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取債程度要高 OK 第二個條件當然就是說 他當然 在創造利潤上面來講 可能稍微有比較 不足 所以他才會讓那個利息 會成為很嚴重的負債 會成為可能會倒贈的一個機率 所以我們 是在談兩件事情 就是在破產邊緣 然後取債幅度又很高 那如果這樣的公司 他就 蠻有機會去接受 一個高風險 但是MPV為負的 那樣的一個投資案 MPV為負的一個投資案 這邊如果 應該比較 適切一點的話 應該加個負MPV的投資案 比如來講 我們說公司今天 資產只剩下10億元 那可是呢 這個公司的負債 假設是50億 我的資產剩下10億元 那公司的負債50億 那你說 那這樣公司不就倒了嗎 通常我們假設就是說 只要你現在是還是正常的環息的話 那理論上那個 帳就還沒有倒 OK 所以我們資產10億元 公司的負債是50億 那當然你說 最誠實的狀態之下 就是我們把這10億元 直接就拿給債權人 減輕債權人的負擔 因為在這個狀態之下 我們的股東的金值就等於0 對不對 好 可是我如果今天公司 還是正常運作的狀態之下 經理人還是有 權力去處理這10億元 那你覺得他會怎麼做 他可能最有機制的一種做法 就是拿去賭博 就是去買樂透 那你會想說樂透的話 他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賭博 而且他期望值是小於0的 因為我們今天任何一個國家的樂透 他都有公益成分 都有政府會抽很多的稅 所以他拿來的樂透賣 賣得的經費 扣除掉作業費用 扣除掉政府所收到的公益稅以外 他真的總現金流量是小的 小於他所拿到的 所以你如果去賭的話 他期望值應該是等於負的 OK 期望值等於負 就是在我們這邊的概念 就是一個負的MPV的投資案 也就是說你用10億元去買樂透 你很可能到時候你得獎的期望值 很可能只剩下5億元6億元這樣子 OK 但是你呈現在那個樂透的賭博上 你1的就是全贏 要不然就是全輸 我們假設 就算你會得一些小獎 那也是沒有辦法去彌補到整個的損失的 所以我們說如果公司只有10億元的資產 那50億元的負債的話 他非常有可能就全部拿去買樂透 買樂透的話如果中到大獎 中到大獎那個當然金額很高 他可以把50億的負債還掉以外 他另外還有一些剩餘 那剩餘呢 股東就可以分到那剩餘的錢 那是贏的機率 當然贏的機率非常的小 那輸的機率比較大 那輸了的話 我們就假設他全部全盤皆輸 可是錢盤皆輸的話 這錢是誰負擔的 債權能負擔 所以理論上來講 這是一個負的MPV的投資案 但是在這種情境之下 股東跟經理人很可能就是從事這種高風險 負的MPV的投資案 但是他為什麼會從事這樣的投資呢 因為他至少得獎的機率不是零 所以他只要有機會得大獎的話 那除了可以把那個負債付光以後 還可以得到財餘的價值 雖然那個機率很小 但是這個機率至少不等於零 對不對 但是他如果全部都拿去付給債權能的話 那理論上就會怎麼樣 就是說股東的價值還是等於零 對不對 所以他會去從事這種所謂高風險的投資案 那當然你會說 那當然就從事這樣的投資案 就好啦 那債權人就是穩虧的 但是你會被告 債權人可以告你這些 當初做這些決定的人 因為我們雖然說股東雖然是有限責任 但是你如果是故意去虧空 故意去背信 故意去詐欺的話 當然你還是要受刑責的 那第二個 他有可能會有投資不足的一個狀況 我們剛才是講說 會有負的MPV的案子 但是你還是去做了 那做了以後會損失公司的價值 那損失公司的價值 當然在我們財務管理裡面 他算是不好 所以這算是破產的成本 OK 那第二個 他是有正的MPV的案子 但是你可能捨棄不做 因為這個正的MPV的案子 可能還要需要你去籌資 那很可能 比如就拿我們剛才那個例子 說有一家公司 他目前資產的價值是10億元 那負債是50億元 那如果說他今天可以得到一個標案 有一個政府的標案 這個政府的標案保證他有正的MPV的報酬 可是這個正的標案呢 他需要20億的資金 OK 那假設你今天公司的資產只有10億元 那以你目前的狀況之下 你不可能再去舉債去借錢 所以你如果要做這個案子的話 等於股東要再拿出10億元 才能湊足20億的資金 然後我們假設說他的MPV是大於0的 那你會覺得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如果今天再去出資10億元 那我的資產變成20億 那我們假設我做的投資案是MPV等於5億元 那總資產做完的這個案子以後 變成25億 可是呢 因為我的負債有高達50億 所以我等於我拿錢出來的 只是幫債權人做更好的一個清場 儘管這有5億元的一個 正MPV的投資案 可是在這種情境之下 很可能就不會去進行 因為他會覺得說 最大的利益 在這種情境之下 在舉債比例很高的情境之下 還是幫助債權人 對股東來講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他會有投資不足的傾向 所以投資不足 他會放棄掉正的MPV的投資案 所以在舉債比例高的時候 你不但會去從事一個高風險負MPV的投資案 也可能會放棄掉一些正的MPV 但是對股東來講沒有明顯的 價值的投資案也會放棄掉 OK 然後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套工資產的一個傾向 所以這些呢 都會在 舉債比例比較高的時候 那這些代理成本 就是這些負的價值的現象 就會比較明顯 OK 所以呢 考量的這兩個 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說 我們原先的MM的第二個版本 就是有 所得稅的狀態之下 我們的理論是說 舉債程度越高 公司的價值越高 然後舉債程度越高 公司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越低 但是在這邊來講 你就可以修正了 由於當你舉債增加的時候 當然沒有錯 稅頓的正的效果是越高 但是呢 同時會 產生的破產成本 也因此會增加 那破產成本 當然在你舉債程度 比較小的時候 破產成本 事實上是 不明顯的 因為當你舉債程度為 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的時候 那個破產的機率 仍然很小 所以跟這個破產機率 相關的破產成本 就不明顯 但是當你舉債程度 高達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甚至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破產成本 是加倍的增加 比你破產成本小的時候 是多出好幾倍 它甚至在某一種情境之下 就是說 當你增加舉債比率的時候 破產成本增加的速度 高過於你舉債稅頓的效果 稅頓就是抵稅的效果 那如果到那一種程度的話 舉債的增加 就會讓公司的價值下降 OK 所以呢 我們大致上來講 我們剛才所講的 MM的第二種版本 有稅的狀態之下 應該就是這條藍色的線 那這條藍色的線 隱含的就是說 舉債程度越高 公司的價值越高 那是因為當時 並沒有把破產成本考量進去 那我們說破產成本 它事實上 應該是一個244的成本曲線 當它比較小的時候 破產成本可能比較小 OK 那當破產成本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很可能是一個 遞增的一個函數 那考量的那個正的一個稅頓效果 跟一個負的一個破產成本 那破產成本一剛開始又不明顯 所以你會看到一條紅色的 真正公司的價值 可能是這條紅色的線 那這條紅色的線 它是一個道U型 一個道U型 那道U型 它是 有一點隱含著 就是說 你應該可以找到一個 公司的最適資本結構 也就是說 在那個資本結構之下 這個資本結構當然小於百分之半舉債 在這個最適的資本結構之下 公司的價值會最高 OK 所以你記不記得 我們在講那個 投資案分析的時候 我們說公司會 依據一個理想的資本結構 然後去舉債 我們說 如果公司在長期來講 它應該有一個目標資本結構 然後比如說公司認為 它最理想的資本結構是 是舉債百分之三十 那它就會在長久的 一個擴充的過程當中 仍然維持百分之三十的舉債比例 我們那時候的主張就是說 公司不管 真實的投資案 是以怎麼樣的一個方式來融資 但是呢 它的資金成本的計算 還是用理想的資本結構 那這個理想的資本結構 事實上就是由這樣的 implication 而來的 就是說 在某一定的資本結構之下 公司考量的正的稅頓效果 跟負的破產成本 然後它會讓某一家公司的價值 可以在某一定的資本結構範圍裡面 達到最高的層次 那至於你要問我說 欸 陳老師 那這個理想的資本結構 到底是多高 你講的是百分之四十呢 還是接近百分之五十呢 還是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三十 那我們會跟各位講說 其實這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那這個所謂的理想資本結構 可能會跟不同的產業 你會得到不同的比率 OK 我們舉例來講 如果你今天是公用事業 公用事業 比如說呢 自然水公司 或是電力公司 那自然水公司 電力公司 它的收入非常穩定 OK 它的收入非常穩定 而且呢 我們 你們學會計的人 也不會知道 這種公用費率的審核 通常保 有一點隱含說 這一家公司 事實上 所有的成本都會被cover 所以它是有賺錢的行業 所以你會看 自然水公司 電力公司 或是電信公司 它舉債比率很高 它仍然沒有破產的疑慮 因為它所賺的錢 應該可以cover它的旅行費用 好 那另外呢 你如果看看 高科技產業 像台積電 或是像宏達電 你會發現 他們的舉債比率 不敢很高 為什麼 因為他們需求太不穩定了 因為他們競爭非常熱烈 他們今天要賣多少支手機 要賣多少支晶片 不是由他們自己來決定 而是由其他的競爭對手 跟他競爭之下 或是由其他的需求者 其他的下游產業 要不要跟他下訂單 而來決定 所以他們的經營風險來講 是比較高的 經營風險比較高的 他就不敢舉太高的債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跟各位講 這個所謂的理想資本結構 到底是多少 可能會因為產業別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水準 那我們下禮拜 因為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禮拜就會回過來 跟各位講講 如何把經營風險 跟產業風險 合併起來 一起考慮 好 那我們今天就算到這裡為止 一下 髮身 下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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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